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和万事兴 家不和 大家就忧愁满面 吵吵闹闹 所以家和很重要 现在的妈妈们都很爱美 因为爱美怕脏 就不去买菜 只会买便当 又懒得主敢流行 每天只会把自己装扮得 漂漂亮亮的 不沾一点油烟 你们为什么不想想 油烟辛久了 才会成活的 人家唱妈妈好伟大的歌 是在歌颂 你们料理家务的伟大 你如果三餐只会买现成的 回来 那就没有伟大可言了 所以要懂得认分 不要成天 愿叹东 愿叹西 说换时 不妨唱唱老师的歌 这可快乐逍遥多了 做出来的菜 真的就有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爱了 前家吃起换来 是不是既快乐又健康呢 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 妻子正在厨房炒菜 丈夫在他旁边唠叨不停 慢些慢一些 小心火太大了 赶快翻过来 快缠起来 油泡太多了 把豆腐整平一下吧 妻子脱口而出 哎呀 我懂得怎么吵了 丈夫平静地答道 你当然懂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 我在开车的时候 你在旁边叨叨不休 你知道我的感觉如何吗 故事二 有一天晚饭的之后 妈妈和女儿一起洗碗 父亲和儿子在客厅 看着电视 突然间厨房里 传来打破盘子的声响 然后一片沉寂 儿子望着他父亲说 一定是妈妈打破的 爸爸问 你怎么知道 儿子说 因为妈妈没有骂人 故事三 女儿向妈妈说 妈妈你今天好美哦 妈妈说 为什么 昨天不美吗 女儿说 因为今天妈妈没有骂人 哦 原来你人要美 很简单 只要不骂人就美了 我们来省思 协会体谅他人 并不困难 只要你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 和立场看问题 只要每个人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就会是一个大作为 大作为即突破自己 本来不能做的 开始尝试弃作 最后结论 凡事皆从心静下手 心美的人看什么都美 二 我们不能以感觉过日子 要用心过生活 感谢大家的参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